大家好 我是Pol76 小室 最近很多Samsung的产品在Studio 原因是上次三星影音后会 我们就借了很多新东西回来 做完活动也好 我们都想和大家快快快去试一下功能 而今次和大家试玩的就是这一条 11.1.4 支援Dulby Atmos 的 soundbar Q990D 上一代来说其实都是11.1.4 究竟有什麼新功能呢? 今代最明顯是將 HDMI 升級到 HDMI 2.1 的格式 即是大家手上有 PS5 或者 Xbox Series X 這些這麼小的遊戲機 就不需要再接駁電視機 直接接駁到 Soundbar 都可以 究竟今次 Q990D 會有什麼效果呢? 現在立即和大家實試一下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接著有新片上載時 會即時在 YouTube 程式通知你 Q990D 所有重要的部件都在這裡 首先有一條主 Soundbar 接著放在旁邊是一對後置喇叭 而在我面前這隻就是超低音 全部都是以無線方式連接的 即是說你只要接駁電源線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 形成到一個 11.1.4 升度的家庭影院 現場這裡更加有一隻 今代的 Samsung QD OLED 的電視機 S95D 這部 55 吋電視機 現在這個配置 理論上應該是很多香港朋友的家居配置 先說一條主 Soundbar 主 Soundbar 外觀跟上一代 Q990C 真的分別不太大 只差幾mm尺寸分別 而裡面其實已經包含了 前置一對 跟著一個中置 跟著旁邊會有兩個Sci-fire 的單元 而前面那三個 Channel 除了一個高音單元之外 亦都會有一對全頻單元 變相你見到整條 Soundbar 連後置 其實有成22個單元 去做回這個 11.1.4 的音效 都非常之多的單元 而且在這條 Soundbar 的頂上 亦都有兩個反射的天空聲道 直接做回一個天空 Channel 便可以有更好的體驗 而旁邊兩隻的後置喇叭 基本上我待會設定好位置 便會放在我的沙發的左右 不要看它這麼小 其實裡面已經有三個 Channel 第一個就是後置喇叭的單元 另外在後置的Sci-fire 亦都有一個單元 你見到頂上有一個洞洞 也有一個實體的反射天空喇叭 加上這隻 8 吋超低音喇叭 便輕易地完成了一個 Dulby Atmos 的家庭影院 非常之簡單 而今次來說 我會用這個 PS5 試試 先將一些訊號插進 Soundbar 接著便接駁回S95D 這部 OLED 電視上 不如先跟大家分享這條 Q990D 的技術規格 接著便馬上找電影 看看效果如何 這個 Samsung 的 Q990D 11.1.4 聲道的 Soundbar 配備了22個發聲單元 有兩個 HDMI 輸入 和一個 ERC HDMI 輸出 兼容這個 4K 120Hz HDR 10 的 Passbook Dulby Vision 的 Passbook 都加入了 AVA 主動式降噪技術 以及 Private Real Sound 後置喇叭 夜間收聽功能 無線方面支援 AirPay 2 Comcast Spotify Connect Tidal Connect 亦都可以利用他們的 Smartphone App 控制 Soundbar 各種進階音效設定 這條 Soundbar 官方定價是 $11,490 元 好 剛剛把 PS 5 轉到 Q990D 三巴 接著先在了三巴 內的 HDMI 出 上映這部S95D的電視機 試一下看碟的效果 一個 Atmos 系統當然就先試一下 Dulby Atmos 的音效碟 這條 Soundbar 老實說 上代我都試到 3D 的感覺是非常好 但今代我覺得在三頻平衡上 它再做得好一點點 今次我聽到的 3D 效果 除了有空間定位之外 其實低頻的震撫腳的感覺 亦都快了和容易出現了 剛才我試這個空間的環境 大概是皇帝位 離開的電視大概是 6 尺左右 其實地面的 3D 效果 真的非常充沛 而且它的 3D 圈圈做得非常好 因為有一套是 圈圈的聲場由前360度去到後 有隻小鳥在飛飛飛飛飛 這部分其實如果是 5.1 系統 或者是你家中在玩 道比全景聲的音響系統 老實說 在前置和後置的位置的連接感 你是有機會聽到中間也有個斷層的 Q9990D 這支音響系統 它在前面這支主音響系統 其實是有兩支支音響系統 做了一個平衡的前場 再有一個斷層的前場 而這支後置喇叭也有支音響系統 如果在一個六尺的空間來說 它的 3D 的效果做得非常圓滿 以及完整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鵝彈型 三星的 Soundbar 在定位和空間上 都非常令人拍攝手掌 所以這次亦可以做得到 非常不錯 而天空音效來說 我覺得它是不算高的天空音效 它就會是一個 我現在這部電視機的 55吋的高度 再高一點 即是未能夠可以說 去到你的頭頂壓下來的感覺 變形今講第四集 它那個機械秀 整個會展吸走的一段 其實上面有很多天空的聲效 聽這個 Blu-ray 實體碟 雖然它未到4K碟 但因為它的 Atmos 的 beat rate 都非常之高 所以聽到整體來說 連貫的緊密度是非常之好 而且它天空那一層聲道 一直浸著浸著 低頻一直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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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整個音場很清晰 乾淨 定位自然 而且是有鎮座腳的感覺 我覺得這套東西 在這麼簡單的方法 已經可以做到 一個這麼全面的家庭影響效果 即是我也知道 為何現在有這麼多人 直接進入 Soundbar 的世界 而放棄了玩這個 入門級的 AV 抗音機 接著在 Netflix 找了兩套電影 第一套就是職業特工隊 叛逆之謎 接著就找二星戰警 兩套都是4K HDR 的 Dubi Atmos 音效效果 這套我特地來試試 在村流平台上 的Dubi Atmos 音效效果 究竟出現什麼效果 二星戰警那一段 一開始他們就會在船艙裡聊天 接著突襲的時候 突襲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警號 紅色的畫面 有一些紅色燈 閃閃的警告 在這個環境下 如果開了 QSymphony 其實出來的音效 那個天空感是會厲害很多 明顯地是會厲害了整個馬 那你會聽到 你頭頂都有聲音 整個現場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Walker區 整個現場 都好像被人突襲那樣的 全部都著了所有的聲音 接著之後 所有的空間定位的位置 其實你會聽清楚了 因為在QSymphony 因為用到你電視機的喇叭單元 而電視機的喇叭單元 其實主要都是玩中高頻為主 所以你開了這個功能之後 其實你整體來說 音場會清晰了 而且定位是會厲害了很多 但是換來的 就是你有時會覺得 這個低頻量就未必夠了 如果在同一個設置上 開了QSymphony 這個低頻就會覺得 比較上沒有那麼近身 沒有那麼震撼 所以如果不開的話 我覺得看這個電影的效果 其實就會覺得 這些喇叭聲實一點 如果你是低音狂 或者比較偏低音的話 你可能喜歡不開的效果會更多一點 QSymphony究竟是什麼 先說了 如果你是買Samsung的電視機 而它有支援QSymphony的功能 你配合這條Q9900D38 其實你就可以把電視的喇叭 變成你的音響系統的其中一部分 令到它電視的喇叭都可以充分使用 令到天空的聲度就會更加好 上次在我們三星同學會 那些師兄開了一關 他們都感覺到 已經開了出來 整個音場的抗闊感都好很多 好了 Q9900D 看電視的效果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接下來 我在Netflix 或串流平台上 找一個演唱會 和音樂電影 看看 聽歌的效果又如何 剛剛在串流平台找了兩套音樂電影 Netflix 中找了一套大娛樂家 規格最低 FHD加5.1 另外Disney Press 找了Taylor Swift的演唱會 先說大娛樂家 本身因為它是5.1的音效 所以我可以試到 在Outmixing 的效果 剛才我還特意試了 Qsymphony 的開關 特意試兩段給大家聽 可能大家會即時都聽到 如果開了Qsymphony 其實人聲在螢幕出來的感覺 就非常之好 開場歌上都非常激昂 所以你會聽到 其實現場來說 除了人聲和歌聲之外 3D的包圍感都做得很足 如果你不開Qsymphony的時候 其實在三頻的平衡度 就會再高一些 而且你聽到的低頻 量感就會豐富一些 而且聲音都會厚一些 這個可以順手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未必是用上 Samsung 的電視機的話 其實你只買這條Soundbar 基本上這些功能 其實都已經可以出到 效果給你了 而且它也沒有遙控器 多了什麼功能 很多功能都依賴 這個Smartfine的APP 來開關 先說回Taylor Swift的演唱會 因為它有Dubia Mose的音效 所以剛才聽的時候 空間感非常之好 還有人聲出來的感覺 特別是可以穿透到 一個皇帝位的感覺 再加上低音 又不是特別誇張 所以聽起來的感覺 其實很舒服自然 一直被音樂浸 就覺得很棒 所以如果是 開啟音壓不太大 其實我覺得 看演唱會 或者是 剛才那些大陸家的音樂劇 都可以得到一個 很有澎湃的 很有迫力的一種效果 現在就在看電影和音樂電影 就跟大家分享了 這條Soundbar 新的功能 就是HDMI 2.1 就搭載了在兩個HDMI端之上 所以現在我就用了 PS5來鑊起 試試它是否可以 出現全4K120 VRR和ALLM的功能 剛剛就在PS5裡面 找了Spider-Man玩了一會兒 主要是試試它 4K120Hz的效果 原來都有點巧妙 首先你部電視 如果有一個遊戲模式 就記得先觸碰遊戲模式 接著之後 你的Soundbar 就輸出電視機的 4K120Hz VRR和ALLM 就可以過得到 螢幕與影像 目前輸出的訊號 就是3840 2160 VRR 可以吃到48-120Hz 以及HDR都可以 主要就是 剛才所說 一定要開玩遊戲模式 接著你的PS5就會認得到 這部可以過得到 遊戲規格的電視機 接著便吃得完 因為最初我未開玩遊戲模式 只能過到4K120Hz VRR和ALLM 都是無法使用 PS5 表示電視機不實用 接著 開玩遊戲模式便完成 大家記得留意 所以 剛才在玩遊戲的時候 基本上 跟我用PS5 直接插進電視機 沒有太大分別 而且聲音出來 3D的效果 還非常之不錯 這也是Samsung的聲頻 做得不錯的關係 所以連打機的效果 都可以有加持 今天和大家實試了 這部Samsung 2024 Q990D 這條 11.1.4 Doobmos 的Soundbar 都已經一段時間 亦都試了 最Saga 3D音場的效果 的而且確 在香港來說 Samsung的Soundbar 真的可以數一數二 沒有任何朋友 弄了一支回家 或者去朋友的家 聽完之後 覺得它不行 這就是事實 因為很多 玩家庭影院 組裝機的朋友 到最後 都選擇了 換Soundbar 來取代家庭影院 尤其是剛剛裝修的時候 可能不想再拉太多線 簡單一點 可以插一插 就已經有真後置 而今次的Q990D 都仍然可以保持到 他們一貫的強橫作風 在家庭影院的範疇上 做到一個很漂亮的音場 和一個很緊密的3D感覺 而今次來說 其實最主要 就是加了HDMI 2.1的功能 去支援這些 即是新世代的制式 另外 亦都有一個 private的後置喇叭功能 這個功能 其實如果是 家裏有小朋友 相信這個功能 他會覺得很棒 如果你是C系 即是上一代的朋友 你未必需要升級 如果你不是很 除了要HDMI 2.1 那些4K120Hz的功能 但如果你是前一代的話 我可以說 在聲音的提升 和功能上 其實已經比之前那兩代 圓滿了很多 尤其是在APP上的功能 反應和操作 其實都會比之前來得快 這個功能提升 是不是我需要的呢 那我值不值得去升級 這個功能 可以大家自己去參加 最好當然當然 去各大電器店 去實測一下 這條Soundbar出來的口味 是不是你需要的口味 今天和大家 就實測這條 Samsung Q990D Duby Atmos 11.1.4的Soundbar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我的鈴鐺 我們便會通知叫你們看